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很多用家去旅行或公幹的時候 也會攜帶多部手機 平板和電腦 近日TP-Link 推出了一款 M7310 Podcast Wi-Fi 支援4G LTE 流動數據 轉發成Wi-Fi AC 訊號 用作數據分享 提供TDD LTE 或 FDD LTE Cas4 制式 多個國家也可支援 更內建2000mAh 電池 提供長時間的續航力 TP-Link M7310 機身小客的色 配備彩色屏幕 給用家隨時得知系統的狀態 包括信號強度 網絡類型 用量系統 連線用戶端數目 信息提示 電量 下載速度和每月用量上限等 兩邊備有多功能按鍵 用家可以直接設定網絡類型 數據漫游和頻段 查看密碼和網絡名稱 硬件部分 M7310 融入 Qualcomm MSM 925 LTE 晶片 支援TDD LTE 或 FDD LTE 部分主要國家的4G制式 另外晶片還支援4G LTE Cas4 上載和下載速度 可以達到150Mbps 和50Mbps 可以盡向LTE網絡的高速傳輸表現 另一方面 M7310 融波及 BCM43241 晶片 用作分享Wi-Fi信號 提供2T2R MIMO 收發能力 最多可以給10級無線 加一台油線裝置同時連接 更支援802.11A B G N 流動設備 提供最高300Mbps傳輸速度 為方便用家分享檔案或進行備份 M7310 特設MicroSD 分享功能 只需要將MicroSD 卡插入 M7310 裡面 就可以成為檔案的傳取中心 無論上片、音樂、短片等 亦互相共享和進行快速備份 應用程式部分 TP-Link 特別設有TP-MIFI 應用程式 它支援 IOS 或 Android 系統 讓用家可以透過TP-MIFI 即時查閱 M7310 的信用強度 網絡類型、容量統計 連線用虎端數目、信息提示和電量等資料 方便用家管理 用家亦可設置Wi-Fi、SSID和密碼 根據APN 設定 開關閃電模式 Wi-Fi 的覆蓋範圍和Wi-Fi信號開關時間 一上可以設置每月可使用的數據上限 用家便可避免超出每個月的數據用量 P-MIFI 視頻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